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天说他的时候是吧 就是说有一个村民拿着双筒猎枪 打死了这个当天夜里啊 就打死了两个村民 伤了好几个 然后呢第二天的新闻就是说 把县公安局政委给打死了 在跟警察枪战当中 警察来了之后 跟警察从凌晨呢 发生了两次枪战 而且你知道这哥们他伏击警察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政委啊 叫什么牺牲的叫薛永青 身先士卒啊冲锋啊 结果中了他的埋伏 就这个刘双锐 他在半夜里在树林子里 还搞这个掩体 然后就是一个可以自动退弹壳的 双筒猎枪 我这里插一句 持有这样的猎枪是非法的还是合法 当然是非法的 不可以的 当然非法 对啊猎枪也不可以 不可以 而且他呢 现在有人揣测 他是叫私质私藏 就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他自己做的 那反正就打 就打钢猪的 就有的民警中弹 40颗钢猪啊 就是 防弹衣没有吗 没有防弹衣吗 这个政委好像是给打了头部 辅警也给打死一个 好 这新闻已经够惨烈了吧 然后到第三天传出来的新闻 是什么呢 他太太 他太承受不了巨大的悲痛 跳楼自杀 然后接下来传出来的新闻是 他儿子来到现场 看到父母双亡当场昏倒 你说这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一天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这就是牺牲的 公安局政委薛永青 蛮年轻的 你看下面一张 这个就是 他刚刚牺牲了 这就是母亲 这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 但是他的妻子 也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 这就是他的妻子 就是他 接下来就是从这个 当地的一个酒店 我估计是安抚家属的 但是谁知道他也是 半夜里啊 自个就从六楼 跳楼自杀 反正苍州的警方公布 就是说他承受不了 巨大的悲痛 然后接下来你看 这是薛永青的岳母 你看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岳母 因为有了这个前面的事 这个岳母出来的时候 你注意到人们这个保护 就人们对这个老人家的这种 保护唯恐 再出事儿 儿子已经当场昏厕过去了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案发的现场 已经拦起了这个警戒线 你再看 这个 这就是他那个双 双筒猎枪 能他这个是能自动退弹壳的 所以这个村民就捡起这个弹壳 给记者看 他这个对 他这个有可能是那种土 就土之枪 以前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看了有一篇那个新闻 是那个华尔街日报 2008年的一篇新闻 讲中国这个土之枪 其实特别的多 说在06年和08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国安部就要求大家 你主动交出来吧 就不追究 结果收了十几万 就是太多了 就已经制成了有十几万 对 有土制的 有从外面什么地方 这个走私的 还有一些弹药库里面 就是那个流出来 所以在民间 我们一直以为 中国是对枪支管理最严的 他也是 就条例方面是最严的 但现在慢慢的 你也看到到处这个枪 枪声响起 你就是 是这一类枪击的事情 最近增加呢 还是说一直就有 而是新闻报道的程度增加 就是射枪的新闻 一直就有 时不时 你看没具体情节不同 但最近好像 经常会见的 接连几个比较多 那个 你知道广东是哪边 海陆丰那边 这不是很有名的吗 去年吧 应该是 广东三千警力 带着直升机 冲到那个 全国做冰毒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村 特点就是这个村 人人有枪 全村 全村制毒 那不知道是什么枪了 对吧 家家有枪 他这毒贩一般都有枪 你 你你记得 那个就是 还有一个是 是前一阵 说广东那边 在广州 广州 有一个平民 冲在警察 不能说他冲在警察 最前边 就是一个毒贩 他就毒贩 好像很多毒贩都有枪 因为他就不想活了 那知道弄住 可能也是个死啊 所以广州那个警方就来 结果传出消息 说打死了一个平民 为什么呢 那平民是个开锁的 那是个平常 就帮着公安局啊 公安局 所以他们说啊 跟电影里想象的不一样 咱们想象的电影 就跟美国那个特工队似的 肯定不是光一下的 撞开大门 或者说多先进的方向 其实也是靠民间索将帮忙 我派着锁 不能说 索将在第一个 索将一开锁 所以就是 这个射枪的不少 对 还有说一个人去抢银行 就拿了一个自制土 一个土枪去抢银行 二十多万嘛 还有说有一个警察 是在街上 来了一个超速驾车的 结果一开门 那个人也给一枪 就是现在这种自制枪 是蛮泛烂的 这个 这个狭克岛又发表文章了 就此问题 狭克岛 你很关注狭克岛的动向 我一直关注狭克岛 是什么 这个导主 人民日报的公众 叫什么 微信公众号 还是你们新华社的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就是 他这个写呢 他归咎在枪 就像刚才乙军说的一样 他就是说 中国民间的这个撕枪问题 就需要着重了 他说的当然呢 很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 就是不是枪打死人的 是人打死人的 所以你一方面要看这个枪的来源 另一方面你要看的 那要是那种武疯子 他没拿枪 拿着刀砍死人的 难道还少吗 冲到幼儿园里砍人的 这个现在有待鉴定 我们不知道 但是说这个刘双瑞这个村民啊 他闹过精神分裂症 或者吃过那个 治那个 有村民见他一把的药片 就吃那个 觉得是治神经病的药 但是村民这么说 他们就是 可能也觉得某一个人 他不正常 就笼统的说 这个人是神经病 但他是不是真的是 精神有问题 也不知道 后来好像说 公安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 说他一定是 对 不是因为他本人死了 而且他 你说他会不正法 那精神病药 对 而且他就是 方圆两百米之内 就是半夜里 你想那也挺惨的 就这么一个人 拿着双孔烈枪 跑到一家后院 说刘什么什么 马上好几个都姓刘 他是点名 他不是随便乱杀 他是点名 就在你家院子里 比如叫 徐子东 你在家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 就出来了 你什么人不能叫 老婆 老婆在屋里 就听见 砰砰两箱 他是平常有仇 是吧 没仇 无冤无仇 然后就走过这个巷子 又走到另一个家 再叫 谁谁谁 周一军 你站出来 砰砰两下 这是这样 周文涛 周文涛拿着双筒列枪 这一下想起天珠定里面的情节 不过他里面是有因 都有关系 都有缘故的 他无缘无故 那不就变成恐怖分子了 那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一个人 他没有特别的原因 用这样的暴力 去杀害周围的人 这个就是 这就是典型的恐怖分子 这个吧 特别 就是说这件事情 土産恐怖分子 刚出来的时候 那个新闻报道 就是那个主张台 那个白燕松 他不是做了一个节目 然后就网民的反应 也都不一样 就比较好玩的是 他一上来 他先说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件事情 但这个整个事情当中 问号还很多 对吧 然后他连线了一个 他们在那的 就有一个记者 有一些最新的 这个进展 什么说完 说完他说 听完以后 我们的问号更多了 就这整个事情 现在还是扑朔迷离 对 里面特别多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甚至有 这人怎么死都不知道 甚至有的网友 还怀疑 为什么这个 公安局政委的妻子 怎么就 跳楼自杀 这么快 当然 这个 我们应该相信是 承受不了巨大的悲痛 但是 这也是让人觉得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这是 这两件事 完全是 是两回事 先讲前面 暴力的那个事情 那个 就是我刚才的问题 到底是 民间这种枪支 这种情况 已经很久了呢 还是是 最近的 传媒 这个口径 在扩大 所以这些事情 得到 得到比较广泛的报道 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 这件事情的舆论的导向 跟上一次的警察开枪 就是有一个拿 拿那个棍 徐春河 黑龙江 请安 这个是两个不同倾向的 报道 前一个报道的主流 是大家在怀疑 警方有没有过度使用武力 就是说 有没有必要一下 把他打死 对不对 很多人在检讨 甚至在讲警察 最后好像官方的口径 很大部分的认为 从中央台播出来的录像看 那个他拿了一个很长的棍 那警察是 是 呃 因为他袭警 所以警察是开枪子 呃 震荡的 有人甚至联想说 当初那个 谁打了 王立军一个耳光啊 因为这个就是袭警 应该当场 因为当场就应该啊 还击 他说这个 更直接的袭警 但是那件事情 他的总的舆论主题是 警力的 这个约束跟尺度 训练 我觉得是训练 但这件事情呢 导向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件事情是这个 凶途伤害警察 对不对 好像是警力失控 是警力不够 不知道来怎么样 对付民间 要是真正像你说的 交上去十几万 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还有十几万没交上去 对不对 那这不是有两个 不同的方向 是不是 传媒报道上 有一种平衡呢 我感觉啊 他这个刘畅瑞啊 好像到后来 是跟警察作战的路子 是一种作战的路子 还有什么掩体啊 而且还埋伏在一个 什么地方 你说他要是打了 什么村民有什么仇 他说就跑啊 或者是躲 他就是 你从他这个里边 咱们猜测啊 那就是想决一死战 对对吧 跟你 跟警察有什么仇 跟你决一死战 那上海不是 曾经也有过一个人吗 跑到一个什么地方里 上上下下下 杀了很多人 记得吧 前些年 那是停自行车的事 那个是另一回事 也要去扬一扬 但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就您说 就是在那个 舆论导向上 那个徐说 就还有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能简单的 去联想 这事情还是 那个实事求是 这个里面因为太多 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简单说 那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警察不好 这件事情就是 在阳警察 好像我觉得 也不能这么比 还是要把细节 要弄清楚 我不知道是什么导向 目前什么导向 就是对于民众的 看这个新闻以后的 一个直接的心理反应 我觉得就会这样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大家都在质疑说 就是警察 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的训练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你对一个 一个手无寸铁 或者就拿个棍子的人 你是应该有一个 什么样尺度的 你的这个自我防卫 而你对于一个 拿着双管列枪 而且在黑夜里的人 你应该是怎么去对付 两次枪战 中间隔了大概两个小时 因为这个村里 黑看不见 你觉得就是 到后来啊 这个拿着那个盾的 那个特警都掉来了 你应该不应该说 警力不足 不是警力不足 是就是说报道 地形不熟 报道就是地形不熟 这就是报道 就是说这个政委 他身先士卒 他冲在前头 可能这人 你记不记得 有个法国电影 可能叫老枪的 那你为什么一个人 也是哪敢裂枪 能打那么多 他地形熟 而且他在暗处 你完全可以藏在一个地儿 就是就是 就是实际上 我觉得你不能 打一枪换个地方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不能 轻易说警察有多怂 因为这事 我觉得要是我 你们哪怕一百个 我在这村里 我拿个枪 黑灯下火的 打掉三四个 我要就是跟你 我给你打 我给你打四五个 你也未必能打得着我 那警察也是当地 当地的这个警察吧 他村子也不认识 他不是 他是县里过来的嘛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可以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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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 就是这个刘双坠 现在我看到两种报道 一种报道 就说他是被警察打死的 但是好像现在 这个也没有确定 就是他到底是自杀 还是怎么死的 反正就是说 最后就是发现他 他也已经死了 枪在旁边 但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对这个事情很重要 义军刚才讲 我们不讲别的联想 就实事求是就这件事情 他到底是跟警方结怨了 有意来跟你打一个仗 还是说他是精神出问题了 他完全非理性的失控了 还是说是有一些小的事情 发展到矛盾激化 弄到后来激化 所以这个事情是要做一些具体调查的 他是从打村民开始 打邻居开始 那这些被打的人 是从一开始的 那就不是对警方 被打的人都说跟他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而且甚至根本这个人 这个村里人好像说 知道他闹过精神病 平常主动跟他说话的人不多 但是他倒是有时候会主动跟谁聊聊天啊 什么的 他可能就觉得自己被隔离了 从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病人 比较好对付 比较好解释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 精神病 那这个病人的行为 没法控制嘛 对不对 如果是坏人的话 那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因为这样 特别是有理由的坏人 那是最麻烦的 这种武力的这个 运用啊 其实霍布斯早讲了 英国的哲学家 他就是说 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 那个king 就是那个国王啊 我们为什么要他 国王拥有军队啊 他可以来管我们啊 就是因为否则的话 我们自相残杀 他说人跟人啊 就是为了利益啊 绝对就是一个自相残杀 所以我们为了保证 我们互相之间 不发生这样的武力冲突 我们就把这个 使用武力的权利 交给警察 交给军队 因此他们就有严格的纪律 来限制他们的武力 美国其实哈 每天死两三个黑人 对 他报道的是少 其实他们每天都在打死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人 也许慢慢的会进入 一个常态化 这个很可怕 但是美国也是在争论啊 到底是枪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吗 这个 美国主要是 我觉得他的枪的问题 因为他在全世界 太特别了 因为他当初是 每个人都是有理性 每个人控制自己的家 中国千万不能走 中国要是一到 有枪的问题 最直接受害的 就是执法者 可是 你说冷兵器跟枪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你拿个刀啊 你大概最多就伤你的家人 伤你的邻居 但是你伤不到警察 那他都是伤弱者 对 他都是伤弱者 但是对于执行人员 警察来说 我知道你拿了把刀 我拉开一点距离 我有枪 我是可以制服你的 但是一旦他有枪 有爆炸物 那这个就对等了 这武力对等了 对 所以这个 对从执法的角度来讲 他们肯定不希望有枪 对 你说美国他枪多就乱 对 可是在瑞士 还有在那个以色列 都是枪 家里都有枪 但他们怎么就很少 发生这种事情的 就在瑞士 就他也有 前好像上个月就还出现过 就有个人拿把枪去 把他们家里人给杀了 但是基本上 因为他们全是那种 那个民兵制度嘛 家里全有枪 但他们一般是什么呢 比如说就是家里这个男性 是参加这个民兵组织的嘛 他这个枪呢 放在家里 他绝不告诉家里 其他成员枪在哪里 就算他能找到 子弹和枪也不放在一起 对 他家里还有一种 这个管理制度 其实自个儿做枪非常容易 我跟我哥小时候都做过 怎么 把鞭炮 不是打铁沙子的火药枪 我们家小时候 就是我们是工厂 那个那个环境里啊 你很多人 你现在看当年的小孩 脸上都有麻子 就是幸亏那个时候 我没被打着过 就是说 全是做那种火药枪啊 就装那个铁沙子的 那啪一下 就是满脸麻子 那当然也不至于打死 那那个时候 人手一枪 就是小男孩 我可以这么说 我也有 我们小时候打的叫气枪 我也打过 那时候那种小 那是合法的 但是可以改装 就是打高压气枪 就是你买的是那种 安全一点的气枪 但是你买了之后 我们就是拿来打气球啊 碰 我们打鸟嘛 我看那个就是花 就是花杰日报 关于中国枪支问题的 就他就他这个报道里面 然后他专门讲到说 中国呢 其实到底有没有枪支文化 你说在美国 不是大家每个人都有枪 或者就是说 他们这个权利等等啊 说中国呢 其实从毛主席说 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哎 他是有这个枪的这个意识 那么然后呢 中国又很崇拜 这个枪法准的神枪手 那个徐海峰对吧 又是这个民族英雄 现在有那有钱人 又去狩猎 刘双瑞 他有个细节 他是过去打野兔 打就枪法很准 过去就就村民就说他 就后来就 不让打兔子了 还是怎么着 反正他他打枪 就打人了 是吧 打枪还是挺准的 但我觉得中国人 没有美国人讲 那种枪支的文化 中国人的枪是 是武器 是造反 是革命 是战争的工具 不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须品 保卫自己的一个手段 中国人 中国人 说实在话 一般的人家里有支枪 自己都害怕 没错 没错 你要是自己家里有感枪 你真的自己都害怕 真是 而且就说 实际上你在网上 或者在有些地方 你都能见到那个电话呀 枪支弹药 请打139多少多少吗 都有那个广告 家里有人发脾气 连刀都要放放好 你知道 我就说 这种暴力 你看庆安 你刚才还说 庆安发生的 徐春河警察开枪的事情 这个事情都成堆 就在警察开枪 打徐春河的前一天 完全是巧合 同样是庆安县 一个纪委干部 在街上被一帮蒙面人群殴 因为他去那个北京上访 他上访就是说 庆安县的这个 这个县领导 盖那个钞标 盖那个豪华办公楼 所以他上访 当然你不能说 他被群殴 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 可是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是 在医院躺了28天之后 这个纪检干部也死了 那么现在他的家属 也要求说 这到底 而且要帮那个姓徐的 要打官司的律师 在另外一个地方 被一批不知道什么人 打得伤惨 这个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这种暴力 这个绝对是有关系的 你说他为他们 你这个律师不一定是 也许在这个市面 辩护的有错 也许是怎么怎么 但是你旅行到另外一地方 被一帮人追打 我觉得这个是黑社会 对不对 其实我们刚刚讲了一个 就是说这个枪是 人管枪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 人管人的问题 你说中国 你们以前也说过 好像哪个村子里面 都有一个神经病的 那个感觉 对吧 都有这么一个人 大家管他叫傻子 叫疯子 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有个观察 我就发现怎么 街上那么多 这个智障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有点弱智的人 还有残疾人 我觉得特别多 你们没这个感觉吗 香港吗 香港我经常看到 我我有一次在那个公交车上面 在那个第二层啊 就我和一个男的两个人 过来跟我敬礼唱歌 他没有动武的 他没有 你真是跟他们有缘 是吧 就你没在观察吗 香港经常碰到这种人 后来 你去发达国家 不是 你去发达国家 你也没觉得吗 那里残疾人就很多 你不觉得吗 后来我想是因为 后来我问了是因为 就他们残疾人能出来 智障者能出来 一般呢 他其实会跟一个人 就我碰到那个人 可能正好是一个人 通常会跟一个人 是看护他的 或者说残疾人呢 他通常出来 他外面的这个硬件设施 是允许他 你这个轮椰什么 你可以出来 中国其实上海北京 我觉得我基本上看到的 都是很健康的人 就是大家这个熙熙攘攘 没有这种人 其实都关在家里 他关的可能就 我在香港 或者包括在西方国家 我见到的 你说的这个倒不多 这个人 这个残疾的 做了不多 可是我见到的 为他们服务的设施 是处处都有 对 无所不在 从你在哪 你去剧院进门 你会看到他们的通道 交通灯 你会看到 博物馆 你会看到 给那个残疾人的一个 什么服务的设施 耳机或者什么的 就是你 真的我在西方那种国家 我去任何一个地方 我都能感觉到 为他们的这个设施 反正你在厕所 憋着没地方去的时候 你发现他那个地方 空在那里 特别大 都有残疾人的位 对对对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他们这个政委 和他太太啊 还是同班同学 我有时候觉得 真是好人不偿命了 就是这个政委啊 这个周围的同事邻居 都说啊 说这么好的一个人 就平常人很好 对 你看偏偏就是 而且他走了 太太也活不下去 而且说他那个办公桌上 那个日历 你能理解他的自杀吗 你觉得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就是说 离开这个男人 我也不想活了 就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我能理解 如果他当时刚听完 就跳 我能理解 如果想一想 在 我还是 我不是太理解了 因为 我看到他这个跳 我就想到 很多很多年以前 在上海有过一个新闻 说有一个外婆 和一个外孙女 在那个街上走 踩着一个阴井盖头 然后翻过去了 然后那个小孩 就 然后就掉下去了 这个外婆 就跟着就跳下去了 就那种时候 我能想到 就是说 你理智停一秒钟 你就知道 你跳下去也救不了 对吧 你应该去报警 或者怎么样 那时候他就是 就是想也不想 就下去了 所以说 我觉得他这个妻子 如果刚想也不想 就下去 我是能理解的 然后你停一停 再走 我就不是特别理解 我就能理解 也存在 想一想 是很理智的 觉得不想活了 你觉得就好像是 毕加索 毕加索去世之后 毕加索的那个遗孀 一年以后 这一年 天天坐在那个门前 就坐着 他已经把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 我 我离开了他的日子 我的生活 没有意思 就可以结束了 就是 就是我就要随他而去 可他们有孩子 为什么要想一想孩子呢 那就 我的意思是说呀 完全可以 这个儿子也是说 为什么哭晕了 说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你怎么这样就抛下我们 他们住在四楼 然后儿子跟好像母亲 都在那个四楼 然后这半夜 好像是不是半夜还怎么样 母亲一个人走到六楼 这两口子啊 有的时候 他太相依为命了 那个感情啊 就是你对真的跳的人很少 但是你知道 在男女的关系当中 一方失去了 不管什么原因失去了 另外一方想自杀的冲动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是 我跟你说 我见过太多老人了 就老老老老伴一出事啊 那真的是不想活 我们在来 那里 我 猹 费 我